陕北大山路边的山崖竟有大量古石洞 它们既不是景区也没发现文宝碑 连网上也找不到它的任何记载 而里面却有近千年前古人的艺术真品 它们到底是何年何人所见 最后我在这块悬崖碑壳上找到了答案 大家好我是郑叔 我在陕西富县的一个村子旁边 发现了一个石窟群 这石窟群还是很有意思的 带大家看看 这石窟群就在路边 看到没有 这有一个方形的一个石窟 现在里边已经没有佛像了 然后写了几个字不准放 再往前走 前面这一大片全都是 看起来又像是崖居 又像是石窟 从这就能上去 好上了 太好上了 有很多人工凿的阶梯 方便人们上下进出 这应该啊 就是一个庙啊 也算是一个古庙 上来以后呢 就是一个十几平米的一个石室 这墙上呢 有很多的孔洞 似乎是以前有人在这居住过 这旁边还有一个小厕室 小厕室还有个小窗户啊 这应该是有人居住的一间屋子啊 很小 这还有一间房子啊 哇 这窟不小啊 这窟 这个石洞不小啊 这个明显的是一个佛殿啊 或者是一个神殿 这儿有一个大堪 看到没有 以前应该是放置神像的 现在呢 已经没有了 现在还不知道 这石窟群是什么年代的 咱们继续探寻 这里有一间神殿 应该是 这里有一个土炕 还有灶台 应该呢 也是有人在这居住啊 就是不知道是老百姓的 还是以前的僧侣 侧面还有一个壁橱 顶部是有东西的啊 有浅浮雕 只不过这浮雕的图形 看不太清了 都被寻黑了呀 所以我猜 这地方原来就是石窟 只是后来呢 被老百姓给占用了 当做住房了 哇 这里有个小造像 这个应该是土地啊 土地神 然后在这儿呢 有一块磨牙碑啊 这磨牙碑啊 文字不太清楚了 能看见延安 福州 福州啊 就是古代的富夏 然后后边有一个 什么什么三年的落魂 是什么三年看不清了 这有点没想到啊 这里供奉的应该是佛祖释迦牟尼啊 两边呢是一边一个童子 佛祖的头顶上还有一个圆形的枣井 这还是一个莲花枣井啊 中心位置会有莲花的浮雕 两边呢还各站着一位 这应该是护法吧 然后他这个泥胎啊 泥素啊 你看这眼睛都被抠掉了 这胳膊这儿啊 也破了 外边的这彩绘呢 应该是新上的 这边也立着一位 这应该都是老的泥素神像啊 被新上了彩绘啊 这三面墙壁啊 全都是浮雕 咱们看看 最上面呢 是一位众人为日的卧佛 这应该是 释迦牟尼 涅槃图 两边是弟子 在佛祖的周围 三层都雕刻了各种形态的罗汉像 每个罗汉的表情举止各不相同 这就是五百罗汉诀哀 涅槃经有云 若见佛性能断烦恼 适则名为大班涅槃 因对佛祖涅槃的感悟不同 所以他们的表现也各异 这是供养人的浮雕 这边的浮雕呢 全部都上了彩 这应该是近代人 或者现代人上的彩啊 那这边呢 是他原来的一些 没有上彩的浮雕 这都风化的很严重啊 看来这个石窟的年头啊 不短了 我的天呀 写着郑合七年啊 这竟然是一个北宋的石窟 郑合七年啊 是公元1117年 也就是说这石窟啊 距今天已经有九百年的历史了 佛祖的头上浮雕的是梭罗树 石家蒙尼在梭罗双树林中涅槃 这就是双林入灭 其他两边墙壁 也有大量关于佛祖涅槃的浮雕 没想到在路边一个不起眼的石洞里 竟然有满墙的北宋雕刻 那边还有壳 这已经是北宋的石窟了 那边的是什么窟呢 在这边那石窟 大家看这有木架子 原来这应该有一个楼格式的 这么一个建筑 现在已经没了 想办法到那边去 这边啊 只能登梯子上去啊 我这木梯子啊 看着有点年久失修了呀 还好啊 能上来 哇 我这还是一个二层的石窟啊 这应该也不算石窟了 这应该算是一个 庙的一个古庙的一个殿啊 这二层啊 是供奉着三位菩萨 应该是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还有普贤菩萨 从他们的座旗上 应该能看出来 两边也各有一排神像啊 这些泥塑呢 我认为啊 最早应该是清代的 但是应该是现代人上的彩 四面都有彩绘壁画 只不过被破坏了啊 不是很全了 那顶啊 那顶啊 大家看 有彩绘啊 还有一个早景 下边呢 供奉的是一个 头已经掉了的神像啊 这应该是地藏王菩萨 我怎么知道是地藏王菩萨呢 这有神牌 地藏王菩萨之神位啊 这个石窟啊 没发现浮雕 咱们再去其他的窟看看 这还是有点危险的啊 这前面只有那么三四十厘米的一个空间 然后就下去了 从这边走 两边也没有护栏 这样有恐高症啊 还是有点吓人啊 这儿是祖师殿 祖师爷之位 两边也有彩绘 观云长 这儿啊 这儿画着二爷呢 这儿啊 这儿是贡台 这后边啊 有一幅迎联 周公算旧乾坤 这边呢 诶 这儿是年代啊 这是什么年代 什么七年 大家能看出来这是什么七年吗 上面这俩字啊应该是一个年后啊 这里也有彩绘壁画 这是一个人物啊 拿着一把斧子 这壁画呢已经被破坏了 顶上还有 花和蝉枝的一个壁画 也被破坏了 看来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石窟了啊 这应该是一个石窟寺 也就是这寺庙啊就在这石窟里边 接着走 接着走 看这儿能进去吧 看这儿能进去吧 哇 上层还有啊 我的天啊 这真的是把石窟寺庙和牙居啊 得融合在一块儿了啊 这还 这里还有中心柱 天啊 这边是窗户 这跟咱们以前拍过的牙居啊 差不太多啊 啊我在下面看见一块碑啊 这块碑在这呢原来啊 我刚才走过了 要想看清这块碑啊 难度还挺大啊 你没法站在它的正面 正面可能就掉下去了 这里还是能看清字啊 修造石洞创立碑记 这是当年修这个石洞庙宇的一个碑记啊 然后后边呢有很多的人名 还有地址 这应该是捐资的人名 这时间啊是万历四十一年啊 一六一三年 也就是说呢 它有四百多年的时间了 这块碑 也就是说呢 咱们刚才看到那石窟啊 那个宋代的啊 北宋的 而这个石窟寺呢 是后人重修的啊 这里有明代的碑嘛 也许清代也修过 但是现在呢 我似乎没看到任何的文宝的碑啊 文宝的标志 好像还不是文宝单位 好了咱下去了 附县的石窟啊是真多 咱们在路边啊就能发现一个宋代的石窟 而且还十分的精彩 是吧 可能是因为呢 这里啊是佛教从河西走廊向东部啊 中原地区传播的一个主要干道啊 所以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石窟啊 好了那今天视频呢 就给大家做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探索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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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